我们来看一下,上个礼拜是第二次,今天第三次 第二次的话呢,我们点击里面可以看到,大概上课内容 主要就是怎么样,我们在VBA里面建立所谓的三复层次 然后还有一个4回圈,并且修改一个变数 并且还有一个比较重要的部分就是 我如何得知我的这个范围里面最下面一列是多少 因为这个部分的话,如果假设你那个范围会是变动的话 当然你就不能说自己用填一个固定的数字 那如果那个数字将来变动的话,那你不是一直要改层次 OK,所以理论上自动侦测最下面那一个列是哪一列的话 那一行虽然没几个字啦,有没有,从A1向下变 end, exit, down,点落,那个其实那一句话,那一句程式其实并没有很复杂 但是很重要,当然你如果担心说将来会背不起来的话 或记不起来的话,那其实你可以再把那个云端白板里面打开来就可以了 基本上我会把它放在固定位置嘛 那上礼拜部分是文字语之后函数,就这个 那你可以把它打开之后的话 那基本上的往下找应该可以找到这部分啦 我程式基本上都会放在这个下方,一个先上面是先是函数 然后再来就是我们录制聚集 录完聚集之后的话呢,才是开始撰写程式 那开始撰写程式的规则不外乎就是一个sub名称 那你按enter,它会自动帮你补一个小瓜糊跟end sub 那你把程式就写在这个sub跟end sub中间 好,那记得前面一定要有一个什么,一个tab啦 就是缩牌,为什么? 因为如果没有缩牌的话,其实将来程式会看起来很辛苦啦 全部都挤在一起 那特别注意,上礼拜最重要的是学会的一个物件 这个物件的话就是储存格嘛 意思是把后面的公式丢到那个储存格里面的意思 那可是问题公式里面,因为公式里面会用到那个双引号 但是问题VBA里面也有一个双引号 双引号是代表是文字 OK,那你如果公式里面也有双引号,它会confuse 到底这个是里面的还是外面的 所以我们如果在公式里面有双引号 我自己自己讲过嘛,你把它取代,一个变两个就好了 那这个问题就不会发生了 OK,应该都有记得啦 如果不记得,请你把上礼拜影片再看过 OK,那用取代这个方法应该是最简便的 OK,也基本上不会错 那他好处就将来如果你已经有一些公式的话 你可以马上结合VBA 这个方式我是觉得比录制区还要更简便 录制区你还要再录一遍 我觉得这个方法根本不需要录制区 那程式的话你只需要什么 第一个了解这个销售 哪一列哪一篮 特别说销售一定要有加一次 我发现同学最常打错的就是扫S OK,然后哪一列哪一篮 这个后面是加没有东西 没有文字的意思 再来就是哪一列到哪一列 加一个Fold回圈 实际上这个Fold回圈的主要的目的就是帮你重复做 因为电脑最擅长的就是重复做事情 而且会自动帮你重复做 时间一到自动帮你做 但却是人最讨厌的 人每天要重复做你会觉得很讨厌 对不对 但是这个部分就是电脑最擅长的 所以其实我们为什么要学VBA或程式 其实主要目的就是你可以利用电脑 帮助你做你最讨厌的事情重复做 OK,或者是时间到帮你做 或者多久做一次 这些对电脑来说都是很简便的 为什么电脑24小时都开着 像我电脑基本都没有关机了 你就让他时间到就做就好了 剩下比如说你要去捞什么资料 捞哪个网站的资料 捞到哪里,捞到Excel 然后再去判断说 判断的话就逻辑判断 今天我们要讲的逻辑 当某个条件发生的时候 你要做什么处理 比如说换个颜色 换个底色 换个框线 换个什么 或者说提醒你 甚至未来如果你应该延伸进阶 你甚至可以把资料存在资料库 或者甚至可以用其他的方法 比如通知你 用什么方法 Email通知你 你可以结合Outlook的VBA 或者把Outlook拿到VBA里面 也可以去做Gmail的动作 或者甚至当然你也可以延伸到用Line 其实如果有呼叫Line的API 一样可以去呼叫Line 然后自动Line你 或者FB 自动FB传讯息给你 这些其实都是办得到的 而且这些都是很简便的事情 所以其实我们最怎么要学这些东西 最主要目的 当然是利用电脑的专长 因为他24小时不休息 第二个他重复做也不会觉得疲倦 而且再来他不会做错 人会不会做错 人他会做错 所以其实你会发现到 你学会这东西延伸性 其实非常非常大 也就是说你可以写出很多很多的助手助理 马上可以帮你做事情 OK 不过当然你要把一个程式写的完善 说真的还是有一段路要走 可是我们现在是慢慢的 由浅到深 慢慢慢慢增加一点难度 之前的话我们已经讲到悔圈了 那今天的话要再来讲逻辑 也就是判断 要怎么判断 如果什么事情发生怎么做 这个叙述该怎么写 这是今天我们的重点 OK 所以其实你会的话 再把一些程式结合在一起 慢慢慢慢你会发现 你可以越写越复杂 那事情的话 也就越来越自动化了 OK 初步当然刚开始也许 当然只能做一些 你感觉好像没什么效果 很有效果的感觉 不过慢慢慢慢你会发现 哇 那效果越来越大 就会 我觉得你应该就回不去了 刚刚讲那个自动 追踪最下面就在这里 如果以后不会的话 你就Ctrl C Ctrl V 只是说将来你追踪 可能要把游标先放在A1上面 然后做什么 Ctrl键按住 Ctrl键按住向下的话 其实这个叙述 Ctrl键 各位不知道 Ctrl键向上向下 比如说我今天 叫这个好了 Ctrl向下 它会移动到这个范围的最下 Ctrl向右 就是这个范围的最右 Ctrl向上 不过特别注意 如果你中间会有 中间有空下来 那可能会追踪失败 OK 所以特别注意 如果追踪通常是找 那个A栏 为什么A栏通常是编号 编号的话呢 它有个特性 就是一定会有资料 不允许空资料 OK 应该那个资料库的概念 OK 所以我们向下追踪到的列 就把那个列的部分 再帮我们返回来的列 所以这一段的叙述是 从A1储存格 按下Ctrl向下之后 告诉我它的列是哪一列 所以点Raw的话 意思说把那个 那一列的那个数字 返还给我 抓过来告诉我 就这样 所以点Raw的话 基本上在VBA里面 叫做一个属性 属性的话 是放资料的地方 OK 好 那这个部分的话 上个礼拜讲到了 所以相关资料 其实都在云端上面 那今天的话 我们接着继续再来看 所以上个礼拜 那个论坛都有 所以如果你假设 你回去想要再复习的话 那请各位 自己把那个 上礼拜影片再看过 因为有些东西 我觉得重复讲 其实太浪费时间了 那按部就班 所以我们前面讲的 会比较简单 越后面越困难 甚至我们这个课程 后面还有个进阶班 还有比这个还更困难 更进阶的部分 不过我现在 我们刚开始 当然不会讲那么复杂 主要的话 刚开始 还是会以 所谓的单工作表为主 那后面的话 甚至会延伸到 多工作表 跟多工作部 或者是跟外部档案 像档案 或者是资料库 或者是网路上的资料 把它再延伸出去 那其实可以做的事情 就相当的多了 OK 那我们按部就班了 一下子讲太多 可能大家会消化不了 那我们这门课 我是希望说 主要是分享 一些我的实作经验 然后我把各位 最需要的部分先跟各位讲 因为这门课 大概是八次上课 都要把BBA奖 彻底真的是有点困难 所以也许理论部分 请各位还是可以阅读一些相关的书籍 但是实作部分 会带各位做 反正因为实作 你看书须 不见得可以写得出来 但是理论应该都看得懂 那你可以 理论做得出来 再去看出 你会发现越看得懂 不然的话 你都连做都没做过 你看一堆理论 我觉得太抽象 那上礼拜是 那个151的 这个瓜五自创 所以请各位把 那个上个礼拜 151的这个范例 打开来 那接下来的话 我们再接着来看 那上礼拜就 第一个这个瓜五 这个 用那个什么 MID 有没有 先Find Find什么呢 Find前瓜五的位置 OK 然后呢 加一指的是下一个字 比如说从这个 找到前瓜五 我要从这个字开始 然后呢 再把这个中间的字 把它切出来 所以有MID的函数 然后抓后瓜五 抓前瓜五 应该是从这个字开始 所以再把它减一 我们后面会有个减一 然后呢 把它切出来之后 得到结果 最后的话呢 你切完之后会有个问题 如果里面没有瓜五的话 那用Find会出现什么 会出现错误 所以错误的话呢 可以用ifl把它过滤掉 这个上礼拜都讲过了 所以细节部分 请各位再把影片看过 然后清除的话就把它清掉 那我们VBA的话呢 上礼拜只有讲到前两个 这个是把公式丢到储存歌里面 那程式非常简单 For i 等于第二列到第十列 OK 所以上礼拜的东西 For i 我把字上会放大一下 工具选项 拽写风格 把它改成12了 OK 这样子看起来比较清楚 那这个地方的话呢 这个公式基本上就是什么 For i 等于第几列呢 第二列到第十列 但是这个十呢 你也可以自己改成刚刚讲的 是向下追踪 OK 然后呢 就把公式贴到这个 B栏里面去 有没有 贴的话一样 就把它改成双一号 那清除的话就是把它丢什么 两个双一号 那上礼拜呢 主要是讲完这两段程式 那今天的话要接着来看下面这两段 那下面这两段呢 跟上面这一段呢 有什么差异 OK 那主要的话呢 我们来看一下 其实我们先不讲程式 我们先看结果就知道 首先各位可以看到 如果呢 你是用什么 刮胡自创公式 这个Sub 它其实是把公式 丢到这个储存格里面 然后呢 它等于是帮你自动执行 OK 所以其实 把公式丢进去 它其实是有帮你 把结果执行 那跟 那个实际上 全部用VBA 最大的差别是什么 其实这个有点像是 还不完全全是全部用VBA 其实有点像 我们是丢到储存格 再用Excel的函数 里面有三个函数 去得到我们要的结果 所以这有点是 怎么讲 把那个VBA结合 Excel里面的函数的应用方法 这个方法是蛮简单的方法 这一招的话 其实我觉得简便 OK 但是呢 它有个缺点 什么缺点 其实 因为呢 我们丢的时候呢 其实是把这个公式 全部的东西都丢进来 那如果说你的储存格的数量 非常多的话 你会发现你一储存档的话 你会发现 这个档案突然变得很大 OK 为什么 因为它里面丢了一堆公式 而不是丢一个结果 也是放最后的结果 而不是放一串公式 所以它的好处就是 可能第一个 存档的那个档案 不会突然之间变得很大 这第一个 第二个的话呢 可能在执行效率上面 有的时候会比较占优势一点 因为它里面可能就不会说 一直让Excel 一直在执行公式这个动作 OK 所以这个档案有差异啦 但是至于要怎么做比较OK 其实我觉得这个取决于你将来在做事情怎么样比较OK 如果你只是简单 你实际上说我要做一个VV按下去就可以有结果的话 你用这个方法就好了 因为你资料量不多的话没问题 OK 如果说你有考虑到效率或者档案大小 那你可以用这个方法 但是问题这个方法会比这个方法来的更加困难 有多困难 我们来看一下按下去 基本上的话 你可以要思考几个问题 第一个 我要怎么样把那个什么 Excel里面的公式 因为Excel里面的这个公式会用到Find 跟用到Mid 跟用到IfAl 那这个部分都是Excel里面的函数 那跟VVA里面的函数是不一样的东西 那也就是如果你要把这个东西变成VVA的话 你要想说 那VVA要怎么样把这些东西做改变 特别主要 第一个可能要改就是VVA里面怎么样寻找资料 特别主要他不是用Find 他用另外一个函数叫InStream 就是这个函数 INSTR这个函数 那这个函数的话呢 基本上也是VVA里面找找什么 找钱瓜糊的资料 OK 不过呢 他跟那个Find有点不一样 什么地方不一样 就是 Find是先给他钱瓜糊 再跟他讲说哪个储存格 可是问题 InStream的话 刚好两个参数位置颠倒 是先去哪边找 再去跟他讲说找什么 所以顺序颠倒 其他都一样 OK 所以第一个 MID的话呢 其实VVA也一样 那IfL的话呢 VVA是没有这个IfL的函数 但是他可以用另外的方法 用一幅的叙数方法 一幅 可是在VVA里面 去怎么去写一幅 那这个都是我们待会要讲的重点 OK 那请各位先把上个礼拜这个档案打开 那待会的话呢 我们再来看怎么样把这个瓜糊自串 上个礼拜是用输出公式的方法 接下来的话 我们再把它改成所谓的 如何用全部用VVA来写的话 那要该怎么写